避癌、原型道、失滑、路面差还有账民不足的问题 西大陆地下道已经有14年的历史 在历经多方的争取 市府规划在4月中旬过后 将要启动整建工程 西大陆地下道之前有一些问题 就是它年久失修大概40多年来 没有做一个整理 所以它有阴暗潮湿 结构不良等等的问题 所以之前地下道会常常胜水 然后非常阴暗 大家都不太敢走在里面 那另外有时候也会有一些 结构物剥落的问题 所以透过这一次的一个改善 我们一起会做结构的改良 还有一个渗水的一个改善 还有一个相关的一个铺面的一个整理 跟墙面的一个整理 那照明也会增加 让它整个会变得非常一个舒服的一个通廊 民国67年起样的西大陆地下道 长150公尺宽14公尺 是民众连通宝山路主要的道路之一 未来施工期间除了利用半施工的方式 在暑假期间也将地下道全线封闭施工 改善地下道漏水 证明不足 格子梁结构因设计不良造成容器等等问题 我们7月16号暑假期间 开始就要做全封闭的一个施工 到8月20几号29号的一个部分 那全封那在4月中下旬开始之后 我们会做半半施工 跟夜间必要时候的夜间封闭施工 那这一个时间要请用路人多多的一个体谅 那相关的一个交通维持的部分 也在这边做一个宣导 我们的替代道路是征兴路桥 也就是说原本我们西大陆 要透过地下道到远区上班的部分 可能要右转到征兴路桥 过到南大陆之后来做一个衔接 那相关的行人的部分 我们也会改走竹联人行地下道的部分 做一个衔接 西大陆地下道进行整修工程 可能面临交通阵痛期至少半年的时间 届时也要请民众多利用替代道路行驶 记者万事连新竹采访报道